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丹中写上明阳 铁丹中写上明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我们讲到 悟空生气说起散伙的话 沙僧却不同意 于是悟空再问八戒 你说怎么办 八戒说 我刚才是失口乱说了几句 其实也不该散 还是听沙实地的 快去救师父吧 悟空叫来本地的山神 问清了这山有一个妖怪 是牛魔王的儿子 叫洪孩儿 就留下沙僧看守白马和行李 带着八戒来到火云洞前 要救师父 洪孩儿命令小妖们 推出五辆车子 按金木水火土排好 念了个咒语 顿时五辆车上火光四起 八戒慌了 也不管悟空 自己跑到河对面 孙悟空本领高强 念着避火诀 闯到火里去找妖怪 可是浓烟滚滚 烈火飞腾 什么也看不见 他便决定先去东海 请龙王来下雨 浇灭这场妖火 再救师父 四海的龙王跟着悟空 来到火云洞的上空 悟空在洞门前又叫又骂 引出洪孩儿 和他打了起来 打了二十个回合 洪孩儿见不能取胜 又放起火来 悟空急忙念咒 通知天上的龙王 顿时大雨倾盆 哗哗地下了起来 雨虽然大 却焦不灭妖怪的三昧真火 反而像火上焦油一样 越焦越旺 悟空闯到火里寻找妖怪 却被妖怪一口浓烟喷在脸上 熏得同婚眼花 分不清东南西北 一头钻到河里 谁知被冷水一击 弄得火气攻心 一口气没接上来 昏了过去 八戒沙僧救起悟空 幸好八戒曾经学过按摩禅法 暗暗这儿揉揉那儿 好一会儿才把悟空救醒 悟空卸了四海龙王 与八戒沙僧到松树林里坐下 商量去请观音菩萨 可是悟空腰酸背腾 浑身无力 驾不起云 八戒便自告奋勇去请观音 红孩一直躲在云里寻找孙悟空 发现八戒驾着云向南飞 想他一定是去请观音 就跑到八戒的前头 变成一个假观音 八戒果然上当了 跟着假观音来到火云洞捉拿妖怪 谁知刚到洞口 就被小妖们暗倒在地 捆了起来 悟空等了很久 不见八戒回来 就到洞前打听 小妖们一见 举着刀枪前来抓他 悟空因为身体酸疼 没有力气 不敢和他们打 就变成一个花布包袱 躲在路旁 小妖们找不到悟空 看见有个花包袱 就提到洞里 丢在一旁 悟空忽然听见 红孩吩咐两个小妖 去请他的父王牛魔王来吃唐僧肉 牛魔王是孙悟空在花果山时的结拜兄弟 模样他还记得 于是拔了根毫毛 变成了花包袱 自己则飞到洞外 变成牛魔王 在小妖的必经之路打猎 那些小妖不能分辨真假 就把悟空当作牛魔王 请到了火云洞 红孩拜见了父亲 说要杀唐僧吃肉 悟空说他这几天正在吃斋 还是过几天再杀吧 这下引起了红孩的怀疑 他找了个借口走到洞外 询问小妖 知道详情后 心里更加怀疑 红孩回到洞里 假装忘了自己的生日 要悟空告诉他 悟空哪里知道 让他明天去问他的母亲铁扇公主 红孩认定这个牛魔王是假的 便率领小妖们 举刀枪向悟空打来 悟空用金箍棒挡住 献出原星说 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悟空变成一道金光 飞出妖洞 直接来到南海 拜见观音 把红孩儿抓走师父 冒充菩萨骗走八戒的事 说了一遍 观音听了将手中的玉镜瓶 丢到海里 不久一只乌龟 把镜瓶拖出水面 观音让悟空去拿瓶子 没想到悟空竟然拿不动 观音告诉悟空 瓶中装着整整一海的水 他上前轻轻拖起镜瓶 让徒弟穆渣到李天王那儿 借来了三十六把天纲刀 观音把刀抛向空中 免了个咒语 那刀就变成了一座千叶莲花台 观音纵身跳了上去 驾云离开了南海 悟空和木扎紧紧紧跟在后面 大约离火云洞四百多里的时候 菩萨停了下来 叫来山神和土地 让他们把周围三百里的野兽 昆虫都安排在山顶上 等一切都办妥了 他放倒镜瓶 顿时眼前成了汪洋大海 菩萨又从秀里拿出定身禅 变成洛家山仙境 菩萨在悟空的左手心上写了个谜字 让他把红孩引出来 悟空来到火云洞前 一棒子打坏了大门 红孩端着枪来打悟空 悟空拿金箍棒一挡 左手在红孩的脸前一晃 边打边退 红孩顿时着了谜 紧追不舍 来到观音跟前 悟空躲到观音的背后 红孩找不到悟空 举枪向菩萨辞去 菩萨变成一道金光 带着悟空飞上九重天 莲花台却扔在远处 红孩得意忘形 学着菩萨的样 盘腿坐进莲花台 不料莲花台的花瓣 突然不见了 竟变成一把把锋利的尖刀 红孩连忙忍着疼 去拔刀子 菩萨念了个咒语 听当刀都变成有带道钩的 拔也拔不下来 红孩连忙求饶 菩萨问他是否愿意出家 红孩疼痛难忍 表示愿意出家 菩萨就封他为 善财童子 接着用手一指 天罡刀自动吊在地上 红孩的身体完好如初 红孩野性不改 拿起火枪又要刺菩萨 菩萨扔出五个金圈 一个套在脖子上 其他四个套在四肢 接着菩萨念动咒语 疼得红孩在地上乱滚 菩萨一停下来 红孩儿的头就不疼了 他拿起长枪又想刺菩萨 菩萨用杨柳枝 沾了一点甘露洒过去 叫了声 合 只见红孩儿双手 合在胸前 怎么使劲也分不开 没办法 只好低头下拜 菩萨让悟空赶快救出唐僧八戒 好早些上路 然后带着善才童子回南海去了 悟空告别了观音 找到沙僧 一起到火云洞 把小妖们全部杀死 救出师父和八戒 一把火把火云洞烧成灰 然后跟着师父继续向西天走去 那长老得性命全亏孙大圣 取真经只靠美侯经 师父们出动来 攀安上马 找大路堵至头西 行经一个多月 忽听得水声震耳 三藏大惊道 徒弟呀 又是哪里水声 行者笑道 你这老师父太多疑了 做不得和尚 我们一同四人 偏你听见什么水声 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吧 唐僧道 多心经乃浮屠山乌曹禅师口寿 共五十四句 二百七十个字 我当时耳传 至今常念 你知我忘了哪句 行者道 老师父 你忘了 无言耳鼻舌身意 我等出家人 眼不适色 耳不听声 鼻不嗅香 舌不肠味 身不知寒暑 意不存妄想 如此未知 退去六贼 你如今未求精 念念在意 怕妖魔不肯舍身 要摘吃冻蛇 洗香甜 嗅鼻 闻声音 惊耳 赌事物 宁谋 招来着六贼 纷纷 怎生得西天见佛 三藏文言 漠然沉律道 徒弟啊 我一字当年别圣君 奔波昼夜 甚殷勤 盲斜踏破山头雾 逐力冲开 领上云 夜静原题 书可探 月明鸟造 不堪文 何时满足三三行 得取如来 妙法文 行者听地 忍不住鼓掌大笑道 这师父原来只是 思乡难兮 若要那三三行满 有何难在 常言道 公道自然常累 八戒回头说 哥啊 若照一这般魔杖胸高 就走上一千年 也不能成功 沙僧说 二哥 你和我一般 着口顿塞 不要惹大哥热擦 切指挨奸磨蛋 终须有日常功也 师徒们正化间 脚走不停 马蹄正急 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 马不能前 四人停立岸边 仔细观看 但见那 层层浓浪 叠叠魂波 静观不照人身影 远望南巡 树木行 滚滚一地墨 滔滔千里灰 水墨浮来如鸡探 浪花飘起四番眉 牛羊不隐 鸦雀难飞 湖泊江河天下游 西元则洞 世间多 人生皆有相逢处 谁见西方 黑水河 唐僧下马问 徒弟 这水怎么如此浑黑 八戒说 是哪家泼了电缸了 沙僧道 不然 是谁家洗笔宴嘞 行者说 你们妾休胡才乱道 妾设法保师父过去 八戒说 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 或是架了云头 或是下河覆水 不消炖饭时 我就过去了 沙僧道 若叫我老沙 也只需纵云便倾客而过 行者说 我等容易 只是师父难嘞 三藏道 徒弟啊 这河有多少宽 八戒说 约么有十来里宽 三藏道 你三个商量一下 哪个驼我过去吧 行者说 八戒驼的 八戒说 不好驼 若是驼着腾云 三尺也不能离地 常言道 悲凡人重若秋山 若是驼着覆水 连我也得坠下水去了 师徒们在河边商议 不知究竟怎样过得此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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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